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库存片是最多人用的 因为库存片它的库存度数就是大部分人都会用的到的度数 再来速度快不用等 再来价格也比较亲民 如果说在之前 其实在好几年前就是我还没有老花的时代 那个时候蔡司的库存片还是清瑞的时代 那罗顿斯德也有他的库存片 这两个我都戴过 我个人戴的感觉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 蔡司的清瑞戴起来比较锐利 罗顿斯德戴起来会比较自然 这两个的感觉 我觉得两个就很像毛雨顿的对决 就是一个是真的很锐利 一个就是很自然很舒服 那你问我 我个人比较喜欢什么 我比较喜欢罗顿斯德戴起来的感觉 那这个讲的是库存片的部分 但是 经过时代的演变 目前库存片 你如果问我说蔡司跟罗顿斯德 我会比较推荐蔡司 为什么呢 蔡司现在的库存片 Max也没有 说实在的 我虽然我自己没有带过 我们燕光师带过 那我们燕光师 他自己本身就有带过以前的清瑞跟Max 他个人就觉得Max是真的有很明显的提升 所以在以前清瑞跟罗顿斯德的库存片 这两个我个人觉得就是各有各的特色 但是现在蔡司的Max提升上去了 那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动 那种调涨那一点点 我跟你讲那个不叫变动 因为真的折扣下来才差多少钱而已 甚至说 常常那个最后 镜框跟镜片价格算完 老板算便宜一点啦 折个一两百块就超过这个价差了 所以库存片 蔡司的这个清瑞Max 而且品香又多 有入门的个金镀膜 再来呢 钻力翻薄金镀膜 绿蓝光 所以再加上Max它的光学设计 可以接近到个人化了 所以库存片 我个人会推荐蔡司 因为Max CP值高 选项又多 那再来呢 变色镜片 我相信在早在之前 在大概可能应该五六年前吧 在全市线还大概在不止五六年前 如果说我第一次接触到 罗敦斯德的变色片的时候 在IQ一代 跟那时候全市线大概还是 第六代而已吧 然后那个时候 蔡司还没有推出变色片 那个时候 罗敦斯德的变色片 号称全世界最好的变色片 这是无庸置疑的 那个时候 罗敦斯德的变色镜片的 变色的效能 各方面 那真的是打全世界的变色镜片 那后来呢 各大变色片开始推出了 包括我们以现在来讲 因为蔡司的这一个幻视X 我说实在的 跟原本的幻视 它那个进步的弧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呢 全市线第七代跳到第八代 这一代的转变 我也说全市线第八代 我之前的影片讲过 那个变色效能真的是好到吓人 那 罗敦斯德的变色片呢 这次从IQ二代变到IQ三代 其实 我觉得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就是 蓝光的一个技术 它绿蓝光的技术 它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绿蓝光技术 那 变色的效能呢 其实我们实测过 变身 有稍微快了一点 那退色速度很明显 快的比较多 那是 蔡司 全市线 他们这次是一个大跳跃 那罗敦斯德就是持续的成长 我个人会觉得 在变色片这一块 现在这三个来讲 如果我们只看 我们只讲 我们只谈变色效能 先不谈到镜片的光学设计 只谈到变色效能这一块 我觉得这三个 我会给它 就是 蔡司 全市线 罗敦斯德 和IQ三代 我个人会给它打平分 他们现在两个 其实他们三个 在变色效能这一块 其实非常非常的接近 当然全市线 它各大品牌都有嘛 价格当然 我们就不讨论 我们今天只讲说 如果以蔡司德幻式X 跟罗敦斯德的IQ三代 我可以说 在变色效能这一块 我给他们打平分 就是平分球色了 我个人觉得 而且都一样有绿烂光的功能 在完全没有变色的时候 也就都有绿烂光的功能 如果蔡司德是吸收型 罗敦斯德的IQ三代 用的是变色膜的绿烂光技术 这个是独步全球的 他罗敦斯德首创的 但是 我们考虑到一点 最实际的一点 蔡司德幻式X 有库存 1.56有深灰 1.6有浅灰跟深灰有库存嘛 那库存的价格就亲民嘛 那光学设计又是 清瑞MAX的光学设计 CP值 蔡司获胜 但是 如果 搭载到 比较高阶的镜片 那是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讨论的事情 所以 我只是说 如果变色片来讲 我觉得变色效能 两个并驾齐驱 但是 CP值来讲 因为蔡司有了库存 所以 罗敦斯德都一定是得定 蔡司有库存 所以 價格上 CP值上 变色效能 两个 我觉得并驾齐驱 OK 驾车的部分 驾车 我说实在的 我实测过 但是我们这个驾车 我们只讨论一个东西 就是驾车镜片的效能 就是那两大功能 第一个 低光源的优势力技术 对不对 再来呢 防炫光 这个防炫光我讲过很多次了 不是你戴上去之后 你看到炫光会减少 不是哦 是我们眼睛被强光少到的时候 产生的炫光影响 它会把你降低 这是防炫光的一个功能所在 很多人对驾车的误解 就是 我戴上去那些炫光要减少 错了 不会减少 是你眼睛被强光少到的时候 把那个影响降低 驾车 我可以跟你讲 驾车这两大效能 真的是 我测试过市面上 几乎是所有的驾车镜片的 菜式的效能最好 但是我讲的 我们不考虑光学设计哦 目前我讲的都是不考虑光学设计的 为什么呢 因为 现在罗敦斯德 他全系列电子片都搭载了生物特征 他这个叫开外挂 所以那个不讲武德的 如果你讲到光学设计 我会跟你讲 目前罗敦斯德的这个生物特征 打所有镜片 因为我 包括我们燕光师他昨天也拿到他自己的千点单光 那我自己带的是千点多焦 我们燕光师说 哇 原来我之前讲的都是真的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带罗敦斯德的镜片 我现在要去鼓吹他配一副罗敦斯德的库存镜片 我现在来做比较 要来推坑了 所以在驾车的这个效能上面 蔡斯还是最好的 真的 这个不用比 这个 目前反而最接近的是我们台湾的太欧式 当然 我们指的是没有考虑到光学设计 如果光学设计下去 有没有 像我现在自己带的这一个千点多焦 加上生物特征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换过我的驾车镜片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晚上看东西 真的就跟驾车镜片效能差不多 那个清晰度跟夜间的对比度真的非常的棒 所以那个开外挂的我们不讨论 我现在只是纯粹讲在镜片的效能方面 OK 那多焦点呢 我说实在的 这个就真的是罗敦斯德真的是完胜 真的是完胜 在 我们先不要讲现在加的生物特征 在之前生物特征的镜片还没有下 就是秉重的系列还没有下来之前 我带过我个人觉得最喜欢的多焦点 就是罗敦斯德的自由牵点 那带起来我个人觉得比蔡斯德尊爵更好 但是 当时是这样子 在罗敦斯德的生物特征镜片还没有下放之前的 自由牵点跟蔡斯德尊爵有没有 锐利度是尊爵比较好 那罗敦斯德是影像的稳定性舒适性跟带起来 根本就像 我常常讲罗敦斯德我这副多焦点 就是 我手机拿起来可以看清楚的单焦点眼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需要看镜的时候看得清楚 可是我随便摇晃随便动什么 那个影像的稳定度就像斑交的 这么的稳定 所以 在当时 生物特征还没有下放的自由牵点 戴起来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稳定 然后非常的舒服 那尊爵是真的是锐利 那现在生物特征下放之后 就像是把两个镜片的优点结合在一起 所以 现在 我现在几乎 不太想换眼镜你知道吗 不然以前我来到店里面都想说 今天 我今天想戴哪一副眼镜 我自从戴上罗敦斯德这副生物特征镜片之后 有没有 我说实在的 我不太想换眼镜 因为那个光学品质那个落差 有点跟其他品牌比 有没有 有点落差 那像越级打怪 你知道吗 真的差太多了 所以多焦点 在多焦点的设计上 罗敦斯德真的完胜 他带起来的舒适性跟稳定性 真的不是其他品牌可以比较的 所以目前 这个影片第一集就是说 罗敦斯德跟蔡斯德比较 我们 可以这么这样子 把它细分为 譬如说今天你如果只是想配个库存片 那当然 蔡斯的库存片真的CP值比较高 当然 如果你是有什么 产地迷思 那都不用讲了 对不对 因为这些几乎 如果是以蔡斯来讲 大部分都是在广州厂做的 对不对 那个就 如果你就说 听到 不是德国做的 我不要 我就是要德国生产 当然你就直接选罗敦斯德 全部都德国生产 很OK 那 变色片呢 如果说你 预算上有限 然后你想要灰色的 度数也不高 那蔡斯有1.56跟1.6的库存可以选择 那如果说 你度数超过了 那其实 在定制片方面 蔡斯跟罗敦斯德就差不了多少了 对不对 但是 如果说你稍微把 把等级提高一点点 到了 罗敦斯德的广角系列以上 又更直接搭载的生物特征 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稍微高阶一点 那真的是 罗敦斯德 我会推荐你 罗敦斯德 如果你就说 你预算如果够 真的值上 罗敦斯德 因为现在这个生物特征 镜片有没有 它真的是像开外挂一样 那真的是 全世界最先进的镜片 OK 那驾车 当然这个驾车 如果你只是想要 纯粹有驾车的功能 当然 蔡斯 OK 那如果说 你的度数很特别 你有可能需要一些个人化的设计 一些比较特别的光学设计 那其实 罗敦斯德的这个生物特征镜片 它我个人我在戴的感觉 其实它就已经有驾车的那个 夜间视力优化的一个效果 那多焦不用讲了 那个 我 我也 我现在几乎告诉我自己 我试到现在 我以后多焦点 我应该也不会再试了 我在 我要配多焦点镜片 应该就是罗敦斯德了 应该不再去想再去尝试其他的 不然 多焦点镜片很贵 那个每次这样子试 算说 号称眼镜界的白老鼠 而且钱还是很难赚的啊 对啊 那这是我们第一部 第一部影片 那第二部 我们再来聊一下 蔡斯德 这个 他们的最高阶 就是前导坡跟这个 罗敦斯德生物特征之间的比较 好 谢谢各位